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先問一下夏醫師 紅豆綠豆其實夏天很受歡迎 那這個感覺各種什麼八寶冰三寶冰 必備的選項之一 其實夏天他們很容易做成甜湯 或者是甜的這個餡料 然後搭配各式各樣的食材來烹調用 那紅豆跟綠豆本身 事實上都富含膳食纖維 他們的原食材其實都是好的食材 是 紅豆跟綠豆確實都是非常好的一個 其實它算是主食類的東西 膳食纖維非常的多 當然你假如不小心放太多糖的話 還是要小心 因為對體重控制是不利的 但是它的膳食纖維確實好用 那事實上我們衛福部 他每年在調查說我們的國民營養 他都希望說一天的膳食纖維 可以吃到大概30克左右 可是怎麼調查 我們台灣人大概一天都吃不到15克 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我們大概吃 我們就想三酥二果 三酥二果加起來大概13、14克而已 那剩下的那15克要哪裡來 事實上是要主食來 那主食哪裡就是要飯嘛 可是白米飯纖維幾乎是零 白麵條也是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吃靠糙米 靠全麥的東西 剩下就是像這種主食類的 這種雜糧雜糧類 不管是綠豆或者是紅豆 它的膳食纖維就非常的多 我們看一下這個綠豆的營養一欄表 它熱量因為它本身是 膳食纖維很高 所以它碳水化合物 100克裡面就有63克 所以它熱量其實是不低的 有100克的熱量就有344卡 可是我們看一下它的碳水化合物有63 而它的膳食纖維 100克裡面就有15.8 各位想想看 假設你就是不要吃白飯 那你把它換成吃一碗綠豆 你膳食纖維跟那三酥二果補起來 不就30克的嗎 這個就是很完美嘛 問題是說 我們平常大概很少這樣做 平常的綠豆湯都有加糖 綠豆本身沒有醉 但是糖可能有點醉 而且吃綠豆湯之前 那碗白飯你也都吃 所以說你假設是要用綠豆取代的話 是取代喔 就變成白米飯不吃 我就吃一碗綠豆 而且裡面不能放太多糖 那這樣膳食纖維就是完美 那我再打個唱 可是日本人他們會煮紅豆飯 就是把紅豆 摻在米飯當中 當一部分的這個替代 那這樣就是OK的嗎 這樣就是OK 它等於是把這個紅豆 也當成是我們米飯的一部分 它就是取代了 不是說我吃完一碗飯 再次吃一碗紅豆湯 這樣你煮食就會過量 所以取代的概念的話就是OK 因為不管怎麼樣紅豆 還是比那個白米飯的纖維要來的高嘛 那所以綠豆在這麼多的研究當中 它事實上過去講過好多好多好處 降血壓控制體重促進消化防大腸癌 降低血糖水平預防中暑 甚至於維持我們心血管的健康 預防乾硬化 但是我今天我們特別提第三點就是 促進消化跟防大腸癌這個部分 因為在泰國它在2022年 他們真的拿綠豆來做研究 它把綠豆殼的萃取物 它跟人的糞便培養在一起 培養48小時以後 它去看裡面產生的 乙酸 丙酸 丁酸 這個事實上是最重要的 叫做短鏈脂肪酸 這些短鏈脂肪酸有什麼好處 它除了可以促進 就是當我們大腸細胞的營養素之外 它很重要是可以 它是促進腸子蠕動 結果他發覺說 這個綠豆的萃取物 它跟糞便一混合之後 它產生這些短鏈脂肪酸的效用 比其他芹菜 其他幾種蔬菜都好很多 所以說這個綠豆 確實是假設吃到肚子裡面去 對我們腸子的健康 會很有幫助 所以我在門診 常常碰到很多年輕女生 好像上個禮拜就來一個 他才24歲 那24歲呢 他來就是便秘 那我常問他說 你平常 你以前便秘很久了 你以前都用什麼方法 他說 我都去買酵素啊 我說糟糕 裡面都是放的蟹藥 我說儘量不要用到那些 蟹藥刺激性的東西 你還是要先把基本的 水喝夠 纖維吃夠 益生菌吃夠 然後要做一點運動 然後有變異絕對不要 不要忍 那纖維怎麼吃夠 事實上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三素二果 解決掉13 14克 剩下15克 請用主食來補 那我們最重要 今天我們講的 不管是綠豆或紅豆 都是非常好的 補膳食纖維的一種方法 這個蕭醫師要提醒大家 綠豆事實上是澱粉 所以這個有在控制血糖的人 要酌量 沒有錯 綠豆跟紅豆 這個我們常常在上減肥班的時候 會跟學人講清楚說它到底是屬於哪一類食物 我們食物分六大類 一類叫做全骨雜糧類 然後蔬菜類 水果類 肉魚蛋豆類 奶類跟油脂類 所以 您官覺得應該是分在哪一類比較對 他應該煮熟了澱粉類比較多 可是他的名稱叫做豆 他會誤導人 沒有錯 因為他叫綠豆 紅豆 大家就以為是豆 然後一般人就以為豆是蛋白質 會誤導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在檢委班 一而再再而三都在講這個事情 豆類事實上 此豆非彼豆 那豆類上面 不管是紅豆 紅豆 綠豆 花豆 黃帝豆 蠶豆 青人豆 這個都屬於剛剛講的 全骨雜糧類 那這個雜糧類 它事實上都是屬於澱粉比較高的食物 所以我們吃的時候要非常的小心 那下面呢 就是黃豆 黑豆 毛豆 那這個就是屬於是屬於蛋白質類 它屬於蛋白質 那菜豆 豌豆 四季豆 這個才是蔬菜 那個是常常會被搞錯 那我很記得去年夏天有一個媽媽 因為她常年因為糖尿病在診所拿藥 那拿藥 她平常不錯 血糖每三個月抽 大概110附近 那糖化血涉數就大概6.8 這算是優等生 結果一個暑假下去 到九月再來抽的時候 糟糕 飯前血糖變140 糖化血涉數變成8了 這下就被嚴刑拷打 說你到底吃了什麼東西 那疑問之下 她說我媳婦很不錯 因為暑假的時候 孫子也都在家 每天都會煮冰鎮的綠豆湯 阿嬤每天下午一定吃一碗 她說這個綠豆不是很好嗎 這豆類嘛 應該是蛋白質 錯了 她就是 她就是澱粉類 而且如果是甜湯 剛好拉高血糖 沒錯 又一會加了甜嘛 所以說我們綠豆要吃要小心 它本身就是澱粉類 它是全骨雜糧類 所以要吃它可以 可是就是要把白米飯取代掉 這點很重要 蕭醫師要提醒大家 紅豆除了富含膳食纖維 其實也富含多酚 沒錯 紅豆的營養素 像剛剛王醫師講說 裡面含有鐵 只要缺鐵的女生的話 可以嘗試 那這張表裡面就講了非常的多 那其中呢 還是像剛剛您關提的 它的膳食纖維 真的每100克就18.5克 它比綠豆還要來的高 而這個膳食纖維裡面 它到底有哪一些東西 真的對我們健康注意很大呢 其實就是多酚跟多糖體 那這個多酚跟多糖體 它的量非常的多 而且在慢慢的這幾年 有很多的國家的 就是相關的科學家 都做很多研究 他發覺說這個多糖體跟多酚 大概最少有這七大的好處 第一個它抗氧化 抗發炎也抗菌 還有它對血糖的上升 會有抑制 因為你同時吃飯 又吃一點紅豆的話 它裡面有一些酵素 它會抑制澱粉煤 所以血糖的上升會比較慢 也可以降血脂 也可以降內臟脂肪 然後第五個是 它肝臟的脂肪量也會下降 第七個 也可以降低糖尿病的腎臟病變 都有論文來佐證 但是我今天有特別提這個研究 就是它可以降內臟脂肪 它是把老鼠分三組 一組就給它吃一般的食物 那一組呢就是這一組 它就長的體重大概是這樣 可是呢 第二組呢 它給它吃大量的高油脂的食物 給它吃很多 那它體重就是這樣長 那同時呢第三組它比較特別 它也是給它吃高油脂的食物以外呢 它同時給它喝紅豆水 就吃同樣那麼多熱量的老鼠呢 在吃紅豆水的情況之下 它的體重就沒有像第二組一樣 它體重是這樣子走的 哦 所以明顯就降非常的多 這個是很有趣的 因為我們以前各位還記得嗎 你這樣講我以後每天要喝紅豆水 紅豆水 十幾年前台灣就流行過 就流行過說這個紅豆水原來可以 抑制這個我們整個熱量的整個代謝 但是小心 因為這個只是在動物食業 OK 在人體要做出這樣的研究不容易 因為你想想看 這兩組老鼠 它們吃的食物是被完全控制的 OK 你想要說 我有紅豆水在手 那你隨便吃 那保證還是會變胖 這個特別提醒大家 但是紅豆真的有很多的健康主義